Yo guys! Welcome to channel! 我們今天要挑戰的是 怪異割破師列 赤之夜 洛克巨袍 那這個是新推出的 1001夜系列的降臨關卡 然後也是轉戰角色的神話素材 那這個關卡呢主要要攜帶掃雷的角色 那另外它裡面也會有光屬性的硬邦邦 所以我們也盡量攜帶反射角 然後其實裡面應該可以不用攜帶貫穿的角色 主要來應對這個硬邦邦 好啦 那麼這一次呢我們一樣 按照慣例利用這個豪華角色來挑戰 好不好 那個小號呢其實在之前獸神祭 雖然在影片當中沒有抽到好的角色 但是後來單抽抽到了打擊 然後這一次還有帶了比較少出場的嘉梨 是念嘉嗎? 茄 嘉 嘉梨 因為它是掃雷 然後也是反射角色 然後再來就是水碟 然後最後是一個掃雷L的這個水天使拉法葉 好 那我們就直接進入關卡挑戰 好啦 那一開始呢 我們就先利用友情技來打傷害吧 GO 然後這個硬邦邦啊 它有光屬性的 所以我是覺得可以帶個一到兩隻暗屬性的角色 可以輕比較快 因為它的這個硬邦邦啊 不是撞一下就死掉的那一種 它的血量其實滿多的 好 那這邊比較特別的是這個 拉法葉啊 它的掃雷L可以利用地雷呢 帶來很大量的傷害 所以掃雷L的角色呢 只要好好的利用這個地雷 就可以打出 可以利用地雷而外撒出非常多的傷害 好啦 那基本上 掃雷就已經會有增加 好像是1.5倍 還1.8倍 我忘記了 但是掃雷L呢 傷害就更高 喔喔 弄得會贏茫茫 這邊感覺可以直接卡掉 好 這邊直接卡掉兩隻 位置還不錯 那接下來我們剛好這個 打擊可以把劍給吃掉 然後一樣掃雷 然後來撞其他的硬邦吧 好 沒有問題 這邊一樣就是掃雷 在這個關卡其實真的滿好用的 那這邊 會建議大家 可能帶 帶一隻 帶一隻 不要再超過一隻飛行的角色 因為雖然 飛行可以避開地雷 但是他沒辦法掃雷 那這一關呢 掃雷 其實也是可以啦 就看你有沒有把握 因為他王的這個地雷呢 都很密集 然後 又很多 然後都是三回合就會爆炸 所以 可能有時候一不小心 會站在一個地方 然後剛好又輪到飛行的角色 那你就沒辦法去把掃 把地雷清光 然後可能會不小心吃太大的傷害 所以我就只有帶一隻 重力 呃 飛行的角色而已 不過這個看個人啦 如果你很有把握的話 你也可以 就是帶 呃 飛行的角色 其實也是沒有問題的 好 沒有問題 這樣子我們的第二回合 就這樣 輕鬆 過關 嗯 簡單 嗯 前面都蠻簡單的感覺 好 龜龜 咳咳咳 然後打擊的這個 打擊的這個隕石是好像有機率 低機率可以暈眩 影響好像是耶 好 那我們這邊一樣 突發有經濟 然後再上去 嗯 清掉最後一隻小烏龜 過 啊 強 咳 高掃 自己刷 好 我看一下喔 這邊的話我們先把下面這一隻 硬包包清掉 好 沒有問題 那這邊感覺 比較 傷害比較高的應該是中間那一個 會爆炸的 沒有問題 這樣子剛好可以清掉 沒有問題 好啦那接下來我們的拉法葉呢 就可以好好的來利用我們的地雷來做輸出啊 少一個 撞一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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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撞一個 有沒有 強 撞 哦 要炸了要炸了要炸了 地的要炸 不過我位置好像都沒有 不用太擔心 所以我就直接 看一下 OK 欸你們怎麼沒卡進去啊 奇怪 哦 這樣子接下來我們的這個家裡呢 看要不要直接 嗯 好 好 那不要 本來弱點如果在這邊的話 我就直接把它卡掉 掃完 哇 狂掃 猛掃耶 又要炸 嗯 我看一下 一樣 再把地雷掃一掃好 增加攻擊力 然後剛好呢 上面那顆愛心 我們感覺可以再養個一回合 欸 不對 好像 哦有了 有兩顆愛心 不管了 直接打死好了 好 看看能不能吃到 其實沒吃到也沒關係啦 然後在這個關卡啊 嗯 王關的時候 比較特別的是 可能要 離開王的左側跟右側 因為他會施放這個降攻的 有點像是擴散彈 其實那真的超特別 感覺像是新的招式 啊 這個 我水碟的位置 待會可能會被分 好 那我們看一下弱點位置 啊 家裡 算了 那就不開大了 好 OK 清光光 好 那我們這樣 這邊一樣打擠 這邊打擠的話 可能水平 然後 來把右下角那個 會爆炸的火焰球 解決掉 啊 完了他要炸啦 不過傷害應該不會太高吧 啊 欸 真的還好 真的還好 好 呃 這邊的話 看一下 好 好他要噴囉 接下來就是這個要避一下 老師他是降速度不是降攻擊 我講錯 不過我們有加速 欸 不用死 拜託 哇 好險好險好險 那我們這邊可以把愛心吃掉 然後再進關 完美 好 這邊吃不 這邊直接過去感覺吃不到 所以我們角度放小 然後他兩顆心之後再吃到 OK 沒有問題 順順利利 啊 順便把雷掃一掃 增加攻擊力 不過雷好像最多只能4顆是不是 感覺應該可以累積一下 我掃了那麼多 結果只有4發加攻擊力 是不是 好 那 這邊的話 我看一下 欸 要不要直接開SS 好 再開SS 水平偏下一點點 然後讓他可以 進王的左邊吧 啊完了 進得去嗎 啊進不去 好啦不過這樣也可以啦 啊可惜啊 角度稍微大了一點 啊那我們這邊 待會 因為 讓牌也在開大了 這邊就不開了 已經開掉一個SS 其實這邊的SS 感覺 基本上也可以不用開的感覺 不過就剛好位置還不錯 所以就直接把它開掉 好 這邊往上 然後 一顆星之後 進到 畫面的左下角 然後應該會在那個 火焰球跟王直接做彈射 哎呀 好啦這樣也OK 我又爆了 超多 呃我看一下 這邊應該不用去掃 啊 靠 兵 啊 又兵炸啦 其實 這麼多還蠻痛的耶 說實在 所以這個應該也是要注意一下啦 呃我看一下 呃 走這邊好了 加速 OK 沒有問題 那待會 哇 哦 哦 哦 痛痛的 好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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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後呢 我們有三個SS 應該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待會呢 欸 SS 全部開下去 就可以順利通關了 快燒 不過我覺得 怎麼感覺好像有一點危險的感覺 呃 這裡 落點 哎呀 好 那我們今天把小怪給清掉吧 其實這邊看起來有點危險的 說實在 呃 好 我們先把上面這隻 打死 然後順便把血量撐起來 要被炸啦 蹦嘎 我看一下喔 呃 這邊應該可以先不用開打 我們先把小怪清一清吧 然後順便把雷掃一掃 哦 這樣也弄得到 我失智 好啦 那接下來呢 我們看一下落點位置 家裡可不可以開個大 剛好他落點被降 呃 被降 降攻速 啊 靠 好不好 這個就是要考驗技術的時候了 可以吧 可以吧 過 剛剛好 從旁邊 從硬邦邦的旁邊給消過去 完美 那這邊 先往右一顆星之後呢 碰到家裡加速 然後進到王的左邊縫隙 好 好 呃 最後 開打結束他吧 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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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個招式好帥喔 反射擴散彈 好啦 這個拉卡葉最特別的就是他的SS啦 全員施放 這也是 好像也是 目前 只有他擁有這樣子的SS 超級特別 全員施放十字雷射 強 好不好 那這一關的重點呢 就是地雷 然後還有硬邦邦 最後呢就是 如果你還有把握的話 你可以帶兩到三隻 飛行的角色都沒關係 但是 只要避開那個 密集的地雷區 以及他的爆炸的話 就可以 才有辦法避掉大量的傷害 所以就 各位自己斟酌啦好不好 希望大家也可以通關啦 下次見 影片結束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在下面幫我點一個喜歡 並且在這邊 訂閱我的頻道 Rocke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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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hen 愛